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大家现在都喊她一声宝妈 她在严宣里头的人缘非常好 很多心境的晚辈都不敢相信 宝妈的前夫竟然就是鼎鼎大名的曾志伟先生 而说起了这一段当年认识曾志伟的经过 宝妈连细节她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她说小时候她家境不好 爸爸在中央印制厂工作 那么一份公务员的薪水要养活一家七口人 其实是很辛苦的 宝妈因为爱唱歌会唱歌 所以她12岁呢就到了歌厅去唱歌了 14岁那一年有机会飞到了香港去表演 然后这个初前邀请的香港老板 就是曾志伟的爸爸 当然曾志伟那时候还没有出道当演员 那么曾爸爸看这个宝妈非常的可爱 很喜欢她也特别照顾她 曾志伟偶尔也会单独的约宝妈去看电影 就这样子呢 宝妈在18岁那一年 她风光嫁入了香港的豪门 但没想到这一段婚姻关系呢 最后竟然只维持了短短的三年 就宣告失败了 有爱没有恨不可能 我一定会有恨她的时候 气她的时候 不想见她的时候 那都过去了 过去了 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你当年会... 你不过来啊你 你不过来 要打就打了是 你不过来 为什么会喜欢曾志伟 其实我最喜欢的部位是在这里 对不对 你看 我不骗你 圆润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 我发誓 我那天真的是 使尽全力 我跟你讲 我真的 我发誓 她打完仗 她说 我妈当年跟我讲 不要相信女人原来是对的 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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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确定 我觉得以前那个确定没错 你知道那一集 因为也在香港播 收视率飙高到一个极点 这个演艺圈 现在只有看到她整人家 她整成几何时 会被人家打过 对不对 她是大哥 你让我埋在心里面 40年来的所有的一股脑 就在这一下还给她了 这一板子狠狠地打下去 出了一口气 这一口气她埋了40年 往事虽然埋着 但埋得很好 埋得很完整 王美华她把每一件事情 都记得好清楚 这画面没有刮梗 感觉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 大家都知道 宝妈是民国47年的人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环境 是我爸爸一个人赚钱 要养七口 我跟你说 我们每一个月 连菜钱都不够 更何况不要说念书 那个年代 只要当上歌星 就可以赚钱 王美华她也学邓丽君 十几岁就到台北市西门町 去助唱 在台湾歌厅 一个月唱歌可以赚 一两千块钱 对一个家庭来说 已经是很大的帮助 如果有机会可以出国表演 那酬劳会更好 十四岁那一年 王美华人生第一次搭飞机出国 好兴奋 好新鲜 她跟着综艺团 飞到了香港去表演 天大的意外发展时 她认识了改变她人生的 这一家人 请我去香港表演的 那个老板 就是曾志伟的爸爸 我觉得人生好奇妙 怎么可以把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比如说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香港 可以把它挫成在一起 然后可以结为夫妻 然后到现在 还可以成为一家人 这个命运的 注定的这些东西 我每次都觉得 这就是缘分 整个团里 王美华她的年纪最小 只有十四岁 这是当年 她在香港登台表演的装扮 短到不行的迷你裙 露出了一双修长的美腿 加上甜死人的笑容 王美华她走到哪儿都受欢迎 我们是团体生活 我们不可以单独出去 但是因为他是老板的儿子 我可以单独跟他出去 对 因为老板的儿子很喜欢我 在团体生活里 只有王美华她享有特权 曾老板对她很好 就像是长辈照顾孩子好 而曾老板的儿子对她也好 这难道就是恋爱吗 好 谢谢 谢谢 四十年前的曾志伟 跟现在很大的落差 那时候她很瘦 然后个人又小 但是她的声音是没有改变的 她的那种讲话的天分 是从刚刚我开始认识她到现在 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然后她有她的特色 那很多人到现在 包括乃哥都问我说 你怎么会喜欢唱曾志伟这样 我们就要讲说 做人不能看外表什么的 然后我就突然说 对啊宝妈 所以看男生也不能 就是选声音撒哑的 然后爸爸就等我 然后爸爸就跟我讲说 其实曾志伟大哥 是很有魅力的男生 因为他对女生真的很照顾 然后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很nice的男生这样子 我们会觉得刘德华帅 好 建民 那你就错了 那他一讲这个我就知道 他讲谁帅 我说好 我知道了 就是包括个性 他一直喜欢说 比方说在一个场合里面 周恩发什么 这些人都在 梁超伟这些人都在 但是最受欢迎的 一定会是曾志伟 他十八岁就嫁给他 所以他对男生 所有的东西 应该都是志伟哥给他 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十五岁 他十八岁 他已经非常大男人 你会觉得就是 他就是那种 我说的就是 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就应该要听我 那时候他给我的 所以到现在就教育成我 我都认为 成功的男人身边 那个成功的女人 就必须要做好 你是一个女人的角色 以前出去玩的时候 都希望那些歌手唱完了 快要收工的时候 我们出去唱一首行不行 就唱一首 曾志伟的年纪比王美华大三岁 梁小吴才 约会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手牵手一块去看电 这纯纯的爱恋 随着王美华的表演签证到齐了 这对小情侣面临了 远距离的考验 我们家是住在那种三重式 那种矮房子 然后我们有长途电话 找我们 我们要跑到街头 那个干嘛点 听电话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要打长途电话 必须要打到电信局 电信局直接转到一个电话 然后干嘛点的老板娘 就跑跑跑到我们家里面 王先生 你的女儿有长途电话 整个巷子里面都知道 然后跑跑跑去干嘛点 最多讲三分钟就断掉了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过程 是现代的人 没有办法可以感受到的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非常甜蜜 俗话说小别圣新婚 王美华终于盼到了 香港的表演签证 这一回曾祝伟的爸妈 直接把她接回家住 理由是 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太危险了会学坏 但其实这对公婆 老早就把王美华 当成是媳妇看待了 我十四岁就认识曾志伟先生 你怎么十四 那你们中间四年在干嘛 谈恋爱啊 等一下 等他 你十四岁 他比十八岁啊 还没成年会坐牢啊 就等相遇那天啊 我可以吗 当他们提出说 既然是这样子 你们就结婚吧 那我跟你说 我最记得当初 曾志伟没有跟我提求婚 但是 他讲的那句话 我永远都记得 他跟我说 他说 我们现在要结婚 但是 如果有一天 我们如果相处不下去的话 我们都不要抱怨 任何一方面 因为 因为那是我们的相处方式 不对的 那现在我们要结婚 是你愿意 我也愿意 我没有勉强你 你也没有勉强我 我们愿意孤入这个家庭 没有浪漫的求婚 王美华在十八岁这一年 嫁给了曾志伟 他加入了外界眼中的香港豪门 香港喜宴洗开一百多桌 现场正商名流灌溉云集 王美华说那一天 他像是个任人摆布的纸娃娃 成串的金镯子 挂满了他整条的手臂 都快抬不起手来了 有没有人看过金镯子带到这个地方来 而且你知道那一天 我跟你说 一路走一路掉 因为你们看到的是镯子对不对 镯子是可以扣起来的 手上的金戒指 是会松的 你知道 因为人家送给你不可能送小的嘛 一路走一路捡 然后那天晚上收的那些红包 因为我那天 在我记忆当中 我跪 下跪 侦查 不超过五百次 我那天晚上回家 我两个膝盖是瘀青的 瘀青的 然后回家 把所有 因为我们只要跪在那边 侦查给长辈 或者是亲友 他一定要送我金饰或者是红包 那天晚上那个红包 是用一个大布袋装 回家倒在我们的那个 新婚的那个床上 我跟你说 我数到半夜四点 很开心 陈志文还跟我说 一人一半 真的想起 我觉得人生真的好奇妙 其实结婚那天的心情 是很复杂的 王美华看似 风风光光的嫁入了增加 但坦白说 她没有感受到强烈的喜悦 反倒像是有一种 如是重负的解脱 我没有喜悦 我没有 我平常心说 我到现在 因为 夫家很有钱 然后 这个婚礼和这个结婚 我完全没有 没有很 很喜悦 然后很甜蜜的感觉 是因为 其实我自己知道 我的心里面那一块 我想的是什么 我只想说 我可以不用回台湾 我有人可以帮我养我的娘家 你知道吗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真的 我在那一 当然 你问我说 我有没有 爱真自我 那当然 第一个 我谈的恋爱 这身中第一个男人 跟我生下两个小孩子的男人 你认为 到我现在 在我内心那个问号 就是 你明明之中就是注定 这个男人在你身上落下的 那个 那个记忆是 完全 成为了曾太太 王美华 她不用再担心 签证到齐要回台湾了 她不用再担心 下一份唱歌合约在哪里 她不用再扛着养家的压力 喘不过气来 因为享福的日子来了 却没想到 这是另外一段煎熬的开心 我觉得就是 年纪轻 什么都不怕 那时候 但是我知道 其实 要加入一个大家庭当媳妇 是很苦很苦的 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香港 我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我觉得我唯一 在背后支持我的那个人 就是我的前公公 我那个 我有一个 比我爸爸还要疼我的公公 很严厉的婆婆 公公疼我 但是掌权人是婆婆 公公只能偷偷的塞钱给我 只能偷偷的告诉我说 你婆婆再生气咯 赶快过来 如果不是公公的支持 王美华恐怕撑不过三年 结婚之后 老公反而见不到几次面 曾志伟 他每天都往片场跑 他明明没有功夫的意思 却学人家去干舞行 当替身 我们结了婚之后 曾志伟才进入演艺圈 但他那时候非常非常辛苦 那时候刘嘉良的导演 是武术指导 那他跟曾志伟是哥们 两个很喜欢一起喝酒啊 玩上那样子 然后他有时候拍戏 他就说你每天都跟着我 那你就来客串一下武行啊这样子 那永远都是被人家打 第一个死掉的躺在地上的 那个人就是曾志伟 但武行他有什么底子啊 没有 但他我跟你讲 曾志伟就是这样子 他一直都认为有什么不可以 哪有什么叫做不可以 真的啊 他就是 他没有 他哪有武术底子 他只是很会踢足球 腿又短 个儿又小 但是你会发现 他在那个地方学习多少东西 我跟你说 他完全不是想要进演艺圈 他只是好玩 他只是想要跟这些人 每天可以和在一起玩 他当初的想法 对 对 没有 他玩就玩就 没有 就玩就进行了 太投入了 投入到不回家 他很不喜欢我在 我在 我在 迎光幕前讲他不回家 因为他觉得 我讲得不够清楚 然后 因为他很多像台湾的朋友 然后每次如果讲到这一段 他那些朋友都会去跟他 调侃他说 你前妻又在俗弱你了 那我真的要很清楚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还年轻 他有他的理想 那我觉得 我们沟通不好 他说 我没有跟他抗议 就是 就是他 他经常就是 夜不 就是晚上可能很晚回家 或是怎么样 他的 脑海里面的成绩就是 我要打拼 我不要靠我家 我虽然我家的环境很好 我不要靠我家 我也不要靠任何一个人 那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非常可以容忍所有事物的人 但是 我有我的底线 但是我是一个 我不太愿意 在嘴边一直抱怨的一个人 因为我都觉得 你懂我 你娶我回家 你明知道我一个人 因为我们不跟公公婆婆住 这么大的房子 只有我跟用人 我没有抗议 但当 三年过去了 我发出新讯息的时候 我已经离家了 新婚嘛 新婚那天你就往外跑了 我告诉你 结婚了 OK了 结婚 在家里他就不会跑了 就好啦 就好啦 就安啦 就出去啦 对不对 错误示范 错误示范 这种事情 他嘴巴讲讲 不然你怎么来 对不对 也是啊 对 他总不能 还是当爸爸的 比较有经验 别人先讲 宝妈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曾志伟 在这短短的婚姻几年当中 你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其实 其实我真的 真的有时候 有很深刻的印象 真的实在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为什么你知道 他呢 朋友太多了 真的朋友太多 朋友比什么都还要重要 这些都是朋友啊 所以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是说离婚怪刘德华了 不是 是大爱我们了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我完全不认识他 曾志伟一头栽进了电影圈 他的生活被工作 被朋友给填满了 他毫不自觉 他冷落了才刚刚 娶进门的美娇娘 王美华独守空归 公公知道媳妇受委屈了 安慰他 男人出去打拼事业 十年后 他会回来的 我公公跟我说 他一定会回来 我有一个长者跟我说 万一他不回来 你怎么办 我离开曾家的时候 我最记得那个晚上 我拖了这个冰箱 我口袋里面 只有五百块钱港币 那时候五百块钱港币 可以在香港租一个小套房 一个月的房子 但是我知道 我今天不走出去 我永远就走不出去 因为我会放心不下我的公公 那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 对大家都很惨 还有对我两个女儿 但是我知道 有时候人生 如果你想太多 你的人生会更糟糕 王美华不知道 哪里来的勇气和冲动 他走进了房间 从衣橱里拖出了一纸皮箱 想都没多想 他随手塞进了几件衣服 打了一通电话 给一个住得很偏僻的香港朋友 告诉他想要借住几个晚上 就这样子 王美华 他头也不回地 离家出走了 找得非常严重 离婚后的第一次碰面两个人 因为长辈的错 我最记得郑志伟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他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人 因为他说 你从来这三年当中 你没有跟我讲一句 No 抗议 你不可以了 你的底线到了 三年之后 你就离家了 你完全都没有给我一个机会 跟我 让我跟你说 我 我改一下 一个礼拜七天 我两天回家 五天我工作 你没有说 你完全都没有让我一个 这样子的机会 我 我当下那时候 我很硬 我个性 你知道其实水瓶做O型 我还是坚持要离婚 但是现在我回校 我知道我错了 我错的原因是因为 你不告诉人家 你可以在前半年前一年 你就告诉他说 你可以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没有说 他回家我躲他 所以 他对我的抱怨 我接受 我接受 结婚三年 老妈说他没有和曾志伟 吵过一次假一次都没有 因为没有机会吵架 他们见面次数太少了 虽然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宝妈不想把自己的青春 都堵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所以她选择离开 她想过她这么一走 怀胎十个月的这两个女儿 就等于是要拱手让圆了 长大之后可能在背后说 那个就是当年不要我们的女人 但不管如何 而宝妈当年终究 她还是离开了增加了 而就在珍宝宜身上活动之后 宝妈决定回到台湾做生意 对珍宝宜来说 在生活里头 莫名其妙突然多出了一个妈 那种排斥感是非常强烈的 宝妈心里头当然受伤 但这是当年她选择离开 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她必须付出更多更多的关心 来补救这一段空白了15年的母女关系 我觉得 她会怎么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当年我就是自私 我就是自私 我觉得当年是因为我爹年轻 我离婚的时候我21岁 我真的没有想这么多 我只认为女儿就是我的 不管生长在哪里 她就是我的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我漏掉了 我跟我女儿最珍贵的那一段 让我重新来过 我会愿意沟通 21岁那一年 王美华离开了增加 她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她要懂得替自己着想 在青春还没有消磨殆尽之前 赌一个未来 我继续留香港 因为我依然还要养娘家 很辛苦的再次的出来唱歌 感谢老天爷 老天爷给我一个本钱 苏联的不多 会唱歌 然后还是一样 就依然唱歌 依然养娘家 我反而过得很踏实 踏实的原因是因为 赚钱养娘家的那个钱 是我自己赚回来 她出家门口那一刻 王美华 她是有迟疑的 她担心这么一走 两个女儿长大之后 一定不会认她 但她安慰自己 不论发生天大的事情 也都无法改变她怀胎十月 生下她们的这个事实 她永远都是孩子的妈 长辈 怕孩子见我见多了 孩子会跟妈妈 我会要求要一个孩子 但他们真的不知道我的个性 只要我的孩子 在一个非常安逸 和爷爷奶奶很疼的环境当中 我为什么要抢 孩子跟我会过苦日子 明天要在哪里都不知道 但他们没有安全感 他们会担心 两个女儿跟着爷爷奶奶 来到了台湾定区 在她们的童年记忆当中 对爸爸的印象是很忙 一直在香港工作 至于妈妈呢 爷爷说离婚了 小女孩哪里懂得 什么叫做离婚呢 曾宝宜说她很庆幸 爸爸妈妈 在她和妹妹懂事之前 就分开了 因为如果是曾经拥有 血被剥夺了 那才真叫人难过 35岁 我就搬回台湾 我搬回台湾 我就决定要做生意 那时候 我的两个大女儿 一个练国中高中 然后经常他们学校的那些 我都一律参与了 我再也不要缺席了 两姐妹在爷爷奶奶的细心呵护之下 快乐长大 曾宝宜十五岁那一年 生活里突然多出了一个妈 怎么会突然 又当出一个人管东管西的 她没有办法 她没有办法接受 包括我的二女儿也是 宝妈非常地用心 在面对她的小孩子上面 她不断地去学习 不断地去看别人 怎么跟她的小孩子相处 她一直告诉她自己 怎么样让我的小孩子来接受 好难喔 好难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 宝宜还没有当妈妈 她没有办法体会 你的心情 和你心里沉面的那个苦 我觉得那时候宝宜对我的抗 那种抵抗非常非常强烈 非常 她认为就是说 你不要来管我 你是谁 为什么 但是到她 对 然后到她出社会了 她终于知道说 原来有一个妈妈在后面顶着 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这对母女其实很像 从外形到个性都像 曾宝宜从小念书不用大人操心 高中毕业典礼 她一个人包办了全校五科的第一名 那一天她的毕业典礼 她特地搭飞机 从香港来台湾 我最记得那一天 你看 毕业典礼一定是暑假 对不对 她以为学校会请她上台演讲 穿着西装 打领带 曾志伟从来都没有那么正式过 再来就是 宝宜的学校在盛兴 在巴黎 那天半路 车子抛锚 她要站在路边 一直流汗 她就很生气 她又不想自己没有风度 去到学校 你知道那种毕业典礼 一定很多人演讲 讲那些 她想打瞌睡 她又不敢 然后我一直在偷看她 然后她那个汗一直流 因为很热 很热 但是她很骄傲 因为曾宝宜拿了全校 五个第一名 典礼班 你颁奖完之后 所有的那些家长 每一个家长都来我们身边 问我说 你们怎么会教出 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 她有补习吗 你能找哪一个老师教他们 好心虚喔 就我们这一对父母是心虚的 曾志伟不心虚 遗传 她就把她的那种特质表现出来 遗传喔 像我每次去做宣传的时候 一定都会有记者问我说 曾宝宜喔 你从小那个爸爸就是名人 你会觉得很困扰 我说 我爸爸是曾志伟 什么好困扰的 我爸爸如果是刘德华 我就很困扰了 因为会有很多同学 想要跟我要签名 到我们家看一看 或者怎么样 所以你没有同学 要到你家看一看 她很小的时候 我已经签了一个名 给她带回学校 她快毕业了 你这样子还在那边 她疼这个女儿 已经疼到那种 全世界找不到她 只有曾宝宜找得到她 因为她有手机 她有时候是不听电话的 她可能在开会 她可能在干什么 她只要看到曾宝宜 来电显示 她马上回答 曾宝宜是曾志伟的骄傲 长得漂亮 又会念书 台大毕业之后 曾志伟兴冲冲地 打了一通电话 给一个在香港银行界 非常吃得开的表书 帮忙安排工作 结果曾宝宜 泼了老爸一头冷水 她说她不想做办公室 她想敬演一圈 我们两个都非常反对 她爸爸讲了一句话 非常非常明言 现在大家应该要记住 她说我们当艺人 如果我们有一天躺下来 我们都没有钱赚 但是如果你用头脑做生意 你就是躺下来 后面有人帮你赚钱 曾宝宜不听 我还特地飞去香港 找曾志伟出来 我跟她讲说 我告诉你 我警告你 不准给她任何的资源 她在哪里 她说好不好 你不要烦我了 可以可以 但她又回我一句 她说 我很想跟你讲一句话 我们年轻的时候 爸爸妈妈讲的话 我没有在听吗 我说我不管 因为现在我是 她是我女儿 你不要给她资源 让她碰钉子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家里头的大人 通通投下了反对票 反对曾宝宜进演艺圈 但是她的基因里 果然有妈妈霸道的因子 曾宝宜就像是当年的王美华 她一个人飞到了香港 从幕后的副岛开始干起 吴君如带她出道 去主持香港的娱乐新闻 小燕姐看上她 就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 你说到现在 我有没有觉得 还是不愿意让她 当演艺圈 我还是我不舍得 让我女儿 进入演艺圈 受很多很多 那种压力 是不可以跟人家说的压力 我问你最近认识什么人 你的沉默 已经比你先承认 没有 你对我说没有人 你不要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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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万 十五万 你不要吓我 你不要吓我 还要吓我 还要吓我 对啊 还要努力 真的真的 对 你为她施了魂 你为她从早到晚 等着电话 等着没有人 曾宝一发唱片 第一张就卖破了十五万张 在当时庆功宴上的主持人 王子娇 两年之后 和曾宝一块成了一周刊 台湾创刊号的封面人物了 我实际上都觉得 男女在谈恋爱 谈感情的时候 无意之间的伤害到某一个人 那都是不是有意的 那是无意的 不管是男生伤害到 女生伤害到 我觉得啦 在那个过程当中 她很苦 黄子娇也很苦 我相信小S也很苦 我不认为哪一个人 是赢的那一方面 因为心灵那种苦 不是外表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只能跟我女儿说 你选择了 你就要去面对 有很多的过去 必须要 这个节要开 不开 大家永远都在这个街上 不管是赢的输的那一面 都是 我觉得小S非常非常地成熟 做到非常 其实那一天 她们完全都没有维稿 完全都是出了台 这样子 然后她过来 做这样子 然后政治我要讲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其实今晚金马奖 颁奖给你完之后 小S马上跟宽姐 要了保黎的电话 亲自打的电话 给真保黎 你知道那个举止 让我们全家人 有多感动吗 她说她希望可以跟她 可以成为朋友 然后可以出来吃饭 然后不希望 因为节目的关系 然后刚刚在节目上面 她做的那些所有东西 就是因为想做一点点 让人家开心的效果而已 你不要不舒服 你看看 这个孩子 她也不过是 她比宝怡年纪很轻很多 但是她就是这么成熟 我觉得她做的事情 或谈话 谈吐当中 是知道我们学习的 因为她很多事情 都说得非常好 你看她处理多少事情 包括对曾宝怡的事情 甚至于对小S的事情 她可以说的面面俱到 每个人都不得罪 而且每个人说得非常好 这点真的是 非常好的一个长辈 老妈说离婚之前 她看见公公婆婆 心里头是会紧张的 但离婚之后 反而心情就变得很轻松了 她说她不再有那种 纪缘篱下的自卑 她在香港靠自己唱歌 赚钱 然后养娘家 她从一个加入豪门的小媳妇 变成一个独立的时代 新女性了 而且宝妈说 她其实是一个 非常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当她有能力的时候 她一定是加倍加倍的奉还 她永远记得 当年她嫁到香港的时候 公公对她的好 所以后来 当公公婆婆 也都搬到台湾来定居的时候 家里头的大小事情 是增加的大小事 她一手包办 离婚之后 宝妈反而是把 曾家的媳妇这个角色 扮演得更加称职 尽管她不再是曾家的媳妇 而这一切 曾志伟她是看在眼里的 在小燕姐这个节目上头 曾志伟的一句谢谢 还有一个深深的拥抱 当场把宝妈变成一个 类人儿了 我搬回台湾 我又住在爷爷奶奶的附近 我就就近照顾她们 所以不管是爷爷奶奶住院 应酬 有事要买菜 然后家里面请的费用 家里付的钱 全部都是我在打理 那我相信她看在眼里 所以有一天呢 小燕姐就逼着她 我就记得她那一年来宣传 吴建道 小燕姐就逼着她说 曾志伟 你要不要对着全国观众 跟宝妈说一声谢谢你 谢谢 我真的要谢谢她 你就抱抱一下 应该 喂 这个应该抱一下吧 这一支 这连我都没看过耶 好不好 好 来 你们两个 那根太硬了 我想跟你讲一句话 我妈太感动了 你比以前胖很多 真的谢谢 因为这十几年来 虽然我人不在台湾 但是她一直有照顾我女儿 还有最重要的是 她照顾我爸爸妈妈 照顾得很好很好 对 一点都没有觉得 因为我们已经分开了 就好像外人一样 她好像还是我们家里的师父一样 真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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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哭死了 我认识她 二十... 二十几年 她从来没有跟我说一声 谢谢你 我真的哭死了 你知道其实 有时候做很多事情 没有一定要说谢谢你 或是要还什么 那种感觉 大过于她送我一栋房子 那当然 她如果现在要送一栋房子给我 我也很开心 我可能会哭死吧 宝妈和曾志伟签字离婚之后 两个人有长达十五年的时间 没有见面 没有联络 但是宝妈和曾家 并没有因为她和曾志伟的婚姻关系结束 而一刀两断 相反的 她和曾家两老的互动 在没有压力之后 相处起来 更像是一家人的轻松自然 我感激爷爷奶奶 把我两个女儿照顾得非常好 所以依然到现在 增加所有的事情 我都愿意 只有需要我 你看她在人前人后 都会称赞这个曾志伟 从来没有说一句曾志伟流失 对不对 这个非常好的前妻 她到现在对志伟哥 都是非常的崇拜 到现在 都还是觉得她是一个 在她心里面一个非常理想的男人 我喜欢很大气的男人 我喜欢很孝顺的男人 这两个在她身上 一直都没有改变 为什么我会认同宝妈的说法就是 因为我亲眼看到她 在这么多人里面 可是你会注意到她 她 她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那个魅力 我很少看到一个个儿这么小的人 能够这么抬头挺胸 去面对任务 她在香港被拍到 女朋友 然后可能有什么私生子 所有的媒体 通通都来打给我 情何以堪 我只不是她的前妻 她的绯闻 我要去帮她一一的解释吗 而且我还怎样吗 我在还没有面对媒体之前 我先打给她 曾先生 你怎么又抱头条了 怎样 外面有个小儿子是不是 她说你搞什么 我跟她 我跟她这样子的关系 我很开心 当年这个家 因为离婚而破碎掉的每一段关系 因为爱还有关心 一点一滴被修补回来了 我看你应该很陌生了 这么久了 我看你今天应该不会想抢乒乓的 对 对不对 OK 真难得 真难得 来吧 一共只有十二个球 看谁想的东西 不要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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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妈说她时时刻刻都在检讨自己 在什么样的场合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不要委屈自己 也不要去伤害了别人 她说她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竟然有本领 把年薪时的血泪史 过成像现在和乐融融的温馨局面 宝妈常说在增加 她是最早进演艺圈的人 连曾志伟都是在结婚之后才开始干舞行的 她没有想到很会念书的珍宝仪 后来也进了演艺圈 她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绕了一大圈之后 竟然还能够在台湾的电视圈里头 拥有一个舞台 曾志伟常笑她说 那是因为台湾的观众朋友都太善良了 我倒认为这句话应该要反过来说 是因为宝妈太善良了 所以才会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 虽然我不常在你身边 但心里却常挂念着你 我那天陪她去拍广告 那真的是巨星级的对待 很大的车子来接她 拍广告的现场 吃的喝的是应有尽有 我就觉得原来宝妈这么大牌 曾志伟她时常都这么说 她说 你凭什么 她说我 她说我 怎么可以现在在台湾的演艺圈 还可以某一个程度上 有一点点小位置 因为台湾的观众太善良了 我十几年前来台湾的时候 一撒一撒 曾志伟 曾志伟很可爱 几年前来了 我刚想告诉她我是曾志伟的时候 她说 阿宝的巴 你一边 今天来的就是 你是你是 我说阿宝呢 不是 阿宝妈呢 你亲的老公 这样子 她一直都问我为什么 她不解 为什么我这么多 演艺圈这么多 你不是听到你跟瓜哥吃饭 不是你跟 你怎么会那么那个 我说我快乐 我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 他们都把我当成他们的家人 她真的是想给妈妈 要很会照顾我 因为你知道我们出去旅游就像白吃一样 你只要到日本去 那她是日本 她住哪里 帮我们安排 怎么样 她面面俱到 有时候她这个 看我累了 她也会包一个汤 到家里来 那我就非常感动了 最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次 我跟建民哥和宝妈就聊天 说早一天那么冷 我们去喝鸡汤 然后宝妈就说 干嘛要去喝鸡汤 宝妈炖就好了 然后当下你当然就觉得很感谢宝妈 可是你不会想说 就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会发生 前几天早上的时候 建民给我打电话说 喂 妹妹 下来 我说干嘛 她说你下来 宝妈炖了一锅鸡汤 叫我送过来给你 我都觉得我好感动 因为从来我都没有 享受过这样的感觉 她从来不会用她是长辈的方式 来跟我相处 她一直把她当为 她是我的朋友 她不会用说教的方式 她太会打理她自己的生活了 她跟她的姐妹 跟她的家人 跟我们 跟瓜哥 跟宝姨 跟他们 我们都会想说 那宝妈不会想要再找一个伴陪吗 然后宝妈就说不会 她觉得她现在的人生阶段 是她觉得最开心的阶段 因为现在她小孩也长大了 那她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她想出国就出国 想吃饭就吃饭 想打牌就打牌 她就觉得她很享受现在的时光 18岁就嫁给了曾志伟 改变了宝妈的一生 曾宝姨说呢 她的确曾经 埋怨过父母亲的离婚 是生命中的缺憾 但是后来她才了解 原来宝妈当年勇敢地走出的那一步 才是他们家的转机 今天我们看完了宝妈的故事 希望呢 我们都能够从宝妈的人生经验当中 得到了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启发 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是宝美翔 我们再会 是宝宝宝 我又在许智 我再持续 我的十分程废 我不在这里 我许智 从脖子里鱼 为你 如你 你 鱼